全球关注的除了解封的武汉 今天当然包括在加护病房的英国首相强森 今天的消息是强森并没有用强制的机械呼吸辅助 他是自主呼吸 而他的病况究竟如何 全球依旧感觉慧莫如生 星期一晚上他送到加护病房之后 一度传言他开始使用呼吸器 现在英国官方的声明正式驳斥 强调首相强森是自主呼吸的 他目前戴着一般的氧气面罩 在加护病房神智清楚 而医界推估强森的医疗团队 应该是担心新冠肺炎容易引起并发症 一旦心脏或者其他器官衰竭 就会有致命的骨牌效应 让状况变得非常棘手 我们来关注音像今天的医疗状况 连续两天的白宫记者会 美国总统川普都不忘防疫之余 帮英国这个长期盟友 却倒下的领导人加油打气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也在推特上 以强森上任时两人见面的合照 为首相和他的家人献上祝福 身为全球第一个因新冠肺炎倒下的领袖 强森周一晚间转入家户病房后 目前病况稳定 收治强森的圣汤马氏医院 是伦敦历史最悠久的治疗院所 最早可追溯到12世纪 由于距离首相关底唐宁街10号 只有半英里的距离 是英国历任首相就医的首选 家户病房中病患和医护人员 都不好过 每个确诊新冠肺炎的人 都是需要集中治疗 才会送到这儿 能出去的都有如过新生的感觉 虽然英国官方对强森病况保密到家 但一届推估强森在家户病房的照护 主要是防止新冠肺炎导致的病发症 一旦心脏或其他器官发生衰竭 就会产生骨牌效应 让首相的病况变得更加棘手 倘若强森在治疗期间出现昏迷 需要的恢复时间也会拉长 英国首相强森从确诊到进入家户病房 血淋淋的例子 身为领袖千万不能轻忽病毒的威力 英国疫情持续延收 7号新增786例死亡 创下单日新高 总确诊人数来到55949例 死亡人数6171人 身为首相职务代理人 英国外相拉布 年纪轻轻才46岁 出身名校 拥有牛筋和剑桥法学学位 2006年从政前是名律师 是坚定的托欧派 曾任前首相梅一的托欧大臣 去年角逐首相大卫失利 转而支持强森 之后被拔着成为外相兼首席大臣 第一位在其他部会首长之上 团结才能防止疫情散播 2019年英格兰小姐选拔赛 涌夺后冠的印度裔加利木克吉 曾是住院医师的他 原本在全球担任公益活动大使 收到东英格兰朝圣医院前同事的简讯 毅然回到工作岗位 英国身为欧洲疫情严峻地区 在首相被送进加护病房 这一季当头棒喝 也让全国上下加速动员 正式防疫工作 TVBS新闻综合报道